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后这个经文 企迹的地方还是写在黑板上 看第十小节 旁边有这个小数字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暖生 若胎生 若赦生 若化生 若有色 若无色 若有相 若无相 若非有相 非无相 我却另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病众生 十无众生的灭度者 经文到这个地方 要为我们详细说明 怎样降伏其心 这个心呢 就是妄想心 凡夫多有妄逆 而佛将这个四世真相告诉我们 所谓有生死 由六道轮回 生死与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 那个根本的原因呢 就是妄念 所以妄念要断了 不但生死没有了 轮回也没有了 所以佛华了大小城所有的行门 虽然依据的理论 经典不相同 修学的方式不一样 它目的是一个怎样把妄想除掉 这个是无量法门 一切宗派里面 共同的方向和目标 那么金刚经可以说是直接了当 没有委屈婉转 教给我们断妄想的方法 世尊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实现的 也就是他所表演的 我们反复粗心大意 要依照佛华上来说呢 业障太重 看不出来 彼得等着虚菩提说出来 为我们齐情的要求世尊 以言语详细为我们说的 那么佛所说的 总是离不开他所行的 所以一开端呢 就说诸菩萨摩霍萨 这是从初发心一直到等觉 可以说是没有意外的 那么就应当要像佛一样的 像佛 一样的诸 那就对了 对一句是总纲领 那么今天呢 这个地方就是嘉义顺 佛使怎样降伏其心的呢 这个方法很妙 比小臣高明太多了 比大臣全教 也来得方便多了 他的方法就是把心量扩大 也就是说 我们齐心动念 不要去想自己 想一切种事 佛在此地教给我们 一开端呢 他就把十二类声说出来 实际上 六道众生的生态 前面四句都包括了 胎 暖 石化 讲这个一切众生的生态 总不出这个范围 像我们这个人 有一些我们讲是高等的动物 太深的 有暖深的 像鸟 鸟雀一类呢 这都是暖深的 那么有很多低级的动物 化神的 射神的 所以这十都包含尽了 那么有色 无色 是直 色界天跟无色界天 有想无想啊 完全讲的是无色界天 是 这个是六道里面 真正是高级的凡夫 这个飞想飞飞想天 就是末后一句 若飞有想飞无想啊 这是六道里面最高的 就是飞想飞飞想天 那么这一句是把三人界 六道通通包含尽 也就是佛法里面常说的 三千八千世纪 这个里头 这几句的范围啊 就是三千八千世纪 三千八千世纪 是很难想象的 在过去 有不少的 佛们 学的 这些老法师们 总认为 佛所讲的 三千大千世纪 类似我们现代 科学里面 发现的 银河系 这个银河系 范围太大太大 那么我们要是根据 黄念祖老居士 在《无量寿经》后面 那篇文章来看呢 他讲的也蛮有道理 他的看法是 这一个银河系 是佛经里面 所讲的一个单位世界 一个小世界 那这样说起来 那这个三千大千世纪 的范围 那就不得了了 那一个大千世纪 里面 包括多少个 小世界呢 一百亿个 他是一千个小世界 成为一个小千世界 然后在一千个小世界 一千个小千世界 成为一个中千世界 在一千个中千世界 才叫做一个大千世界 所以这样沉出来之后 是一本一眼 那么换句话说 这个范围是 一本一个银河系 才是一个六道的范围 这个是黄老师的看法 我们常说 我们的心量 要不能突破这个范围 就没有办法超越三千 这是一个四十 所以心量 所以心量要大 大成经上 常常赞叹 佛与大菩萨的心量 说 心包太师 量舟杀戒 你看 人家的心量多大 那佛在四十 首先把心量 脱开 我们度众生的对象 我借令入 无于涅槃而灭落去 你要发这样的 大悦 大心 这个金刚经 确实 佛在四十 说得很清楚 是为发大心 在说 心量不够大 这个法门 它很难的受用 一定要发大心量 灭度 我们先说这两个字 灭就是灭妄想 这个妄想太多了 一个念头 七个念头 神灭心 要把这些妄想 烦恼 灭掉 度的意思 很多 佛与大菩萨 教给我们 这个度 就当作协助讲 当作帮助讲 它来帮助我们 从我们自己本身来说 我们现在是有烦恼 有妄力 能够度到无妄想 无烦恼的那个经济 对自己修学 这个度 是这个意思 那么它的标准 是要无于涅槃 涅槃是繁语 翻成中国的意思 是不生不灭 在四地里面呢 它翻得简单 就翻作灭 苦疾灭道 这个灭就是灭 灭什么呢 灭烦恼 烦恼是阴 生死是狗 烦恼没有了 生死就没有了 这个主要知道的 所以这个是 灭无语 那就是断灭的干干净净 像小城欧罗汉 正得涅槃了 那个涅槃不究竟 不许也满 只把粗重的烦恼断了 危险的烦恼还存在 所以它那个不能教 究竟烈槃 不能教无语烈槃 这个地方无语 你等着河山 还有一瓶身相无名没断 那还有鱼一瓶 必须把那一瓶也断掉 圆满的臭腹 那么由此可知 要发一个大愿 发一个大心 帮助一切众生 成就尽圆满佛 要帮助他到这里才维持 帮他做了菩萨了 做到等就菩萨了 还不够 还不圆满 这样的愿心呢 才叫做圆满的愿心 虽然发这么大的心 如果你要是着相 那实实在在讲 你不但帮不上别人的吗 自度也成问题 所以本经的宗旨叫我们立一切相 修一切相 帮助众生 如无欲裂堡 这是修善 这是善达到究竟圆满 可是绝点不能着相 所以底下的时候 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受众生 这个心里头若无其事 干干净净 痕迹都不住 这就是世尊 在生活上所表演 为什么呢 因为佛教给我们 这个修行的 终极的目标 禅家所讲 明心见心 见心成佛 而凡乎见不了心 成不了佛 毛病出在哪里 执着这些假象 所以你就见不了心 佛告诉我们 所有一些现象 进 从我们自己的身体 包括我们的思维想象 也就是我们讲的心理的现象 生理的现象 这是最近的 外面的云而说 那就是虚空世界 我们今天讲的 无量的星球 这是我们活动的空间 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这些现象 这些现象 都是动云 活不活 而现 所谓是 云祸 就现身 云散了 它就灭了 佛为我们受苦 其实这些现象 真的就摆在我们面前 实在是因为 粗心大意 没有细微的观察出来 有情的众生 我们今天讲的 动物 动物有生老病死 生是圆居 死是圆散 圆居 别散 大 到时机 这个我们现在 在现代 科技发达 在望远镜里面 可以看到 太空当中 几乎每天 有新的星 发现 每天 也有 旧的这个星 爆炸 毁灭 消失掉 这就是 真正看到 世界的 沉住 怀破 佛告诉我们 这些是 云居 云散的 一个现象 反而是 云生之法 决定 没有自体 他的体 是众云 胡活 他没有自体 所以佛说 当体 即空 当下 就是空 了不可得 如果看清楚了 看透了 你才晓得 一切万法 摆在面前 生 即无生 灭 即无灭 生 灭 是 幻象 所以佛告诉我们 事实 事实是 不生 不灭 不生 不灭 从哪里看呢 你观 远 就不生 不灭 这是叫你 粗看 再要细看 的话呢 那个语言呢 也是 重年后悔的 再往里面 观察呢 那也是空的 现代的科学家 实在讲 也很厉害啊 它们观察入微 以前的科学家 认为 还有物质存在 纵然分析到 原子 电子 他还认为 还有个物质存在 现代科学家 说的就 更进一步 根本不承认 有物质存在 物质现象 是什么呢 西方科学家 是叫 厂的现象 也有人说是 不动的现象 那么这就 完全否定了 物质的存在 这个给新经上讲的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于空 空不于色 那个味道就很结晶了 如果 明了这个四十真相 还有什么好执着的 只要不执着 真相就大败 你生活就很自在 那真正就幸福了 人类的苦恼在那 患得患失 其实你能不能得到 得不到 这个金刚经 精彩的 在后面 金刚经难讲了 也是在此地 你将前面 把后面都说出 到后头没得讲了 反下了 所以前面呢 很寒实 你说到后面 再说穿 这是这个经的难处 那么我们用时间短 而且听众啊 每天有心来着 不见得你明天 没有时间再来 假如我们在这个世界 一切真相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个生活就像住佛 佛菩萨 有戏人间 样样可以享受 没有一样他认真的 他不认真就自在了 我们今天说 无量无边的烦恼 就是样样事情都认真 那你晓得 你说能得 能得是你的念头往下 你想哎呀 我今天得到多多钱了 我今天得到些什么了 那就是想那个念头 念头念头是心 这经常告诉我们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你能得的那个 能得的都没有 都落空了 所得的呢 这是一切法 一切法是因缘所生 当体皆空 所得是个空的 能得也是个空的 一场空啊 这个才是四十真相啊 所以你在日常生活呢 枉费了心机 自找苦吃啊 这个是佛感叹的 可怜你的真可怜 如果你想得和真得到了 那个不叫可怜呢 你所妄想的 到后来全是一场空 不到到后来 当下就是空的 这个才叫冤枉 这个才叫真正可怜 事发如是佛法 佛法也不例外啊 为什么呢 佛法也是因缘身呢 众生没有这么多毛病 佛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佛北有话好说了 因为你有贪嗔痴吗 佛才把这个礼仪 似说明白 这个叫佛法 你要没有贪嗔痴吗 释迦牟尼佛一句话也不得说了 所以佛法也是因缘身 佛在这个经常说得好 法上应是合法非法 这个意思就是 佛法也不能制住 你要制住真有个佛法 你又被佛骗了 但是佛没有存心骗你 是你自己误会了 那没法死 佛不存心骗人 但是你已经上当了 佛很冤枉 佛会有见人 这是佛事的很清楚 很明白 彻底了解四世真相 为什么还要积极地 断无修审 一般人讲 火一场都空了 这个人很消极 甚至于说 这人生还有什么意思 那个你没有把佛的意思了解 你又错毁了意思 又听错了 佛跟我们讲 四世真相 说空有两边都不住 有不能住 空也不能住 不住空 那就积极去帮助一切众生 不住有的时候 虽然积极在做 心里头痕迹 都不住 所以哪一个佛菩萨 不是积极地去教化众生 我们世间人 这种积极比不上他 这边有一句 受众生得灭夺者 这句话不太好懂 必须要了解 四世真相 四世的真相 一切法不散 一切法不可动 这是四世真相 这才叫真实物 而不是假象 不是假设 古德 为我们说了五条 第一个 缘身 因缘 和和而生 举一个例子 我们佛经他们 常常用我们自己 本身做例子 四大五蕴之家伙 没有字体 四大 也有很多人 讲错 佛经里面讲这个四大 地水虎风 他完全都不得看到实体了 这个讲法是讲不通的 是很勉强的 其实这个四大 是讲的 基本的 我们讲元素也好 讲这个原子也好 四种特性 四大性质 地呢 它是一个物体 已经形成一个物体 我已经讲 我们讲固体 你能够看得见的 再小 我们在高倍显微镜之下 能看得见的 火大水大了 我们现在叫带电 带阴电 带阳电 阳电是火大 阴电是水大 还有一个限制 风大 风是动的 它不是禁止的 基本的物质 所有一些这些现象 物体的现象 都是这个基本物质 所组合的 那个基本的物质 有这四个特性 所以叫地水和风 地水和风是 基本的物质 它有这四种特性 动物 植物 矿物 都是它所组 我们今天讲 排列的方程式 不一样 但是动物 跟植物 矿物的差别的时候 动物有个灵性 它还有个性 也就是 它有物质的部分 它还有精神的部分 精神部分 就叫心法 心法 佛中叫 五印后面的四条 受想行识 受是它有感受 它有苦乐又喜的感受 它有思想 这个心呢 是说 它不能够止住 它是刹那刹那在变化的 行是将变化 比如我们常讲 我们人 一年比一年老 帅老 这个叫行 你不能够住在那里 不动 我们人 年年事把走到 它会变化的 这个行就是变动的意思 其实 哪里是年年在变呢 我们晓得 天天在变呢 其实天天在变呢 刹那刹那刹那在变呢 刹那不停呢 这个叫行 实是心之本体 这个本体是变了直的本体 真正的本体 是没有念头的 真心理念 忘心有念 变了直的这个心呢 忘心 它有分别 它有念头 那么在法相里面讲呢 就是八识 第八识是识 第七识是行 第六识呢 就是意识 所以讲地面有分别 有知识 这个 一切 有情的众生 我们今天讲动物 都是四大五运的 所以他没有自信 当体接口 那么第二呢 讲同体 像的 虽然有差别 可是本体是讲同体 这一点呢 的确很难懂 所有一千万法 同一个性体 这些里面所讲的 宇宙万有的本体 本体是一个 一切法 都是从它变形出来的 所以你找到根源的时候 根源是一个 这是佛在经论里头常讲 受访三世福 共同一发生 那个发生呢 就是本体 他的名词 在佛经里面 有一百多种 但是都是说的 一种事情 都是讲这个本体 平常我们在此地讲的实相 讲的真如 讲的如如 都是说这种事情 我们讲真心 讲本性 讲清净心 统统都是说它 因为体是同的 所以祝福菩萨 帮助一切众生 就无条件 同体 还有什么条件 我这个左手 蚊子咬了 右手去杆杆 这左手还拿着去谢谢它 为什么 同体嘛 我们反复 不知道众生是同体 佛菩萨知道 所以佛菩萨对于众生的爱护慈悲 叫无缘 大慈 没条件的 同体 大悲 无缘 大慈 没条件 他知道 静水空变发界 是一个自信 是一个整体 第三 从本集上观察 从性体上讲 没有生灭 既然没有生灭 哪来的裂盘 那么由此可止 佛说一切话 都是跟世间相对而建立的 这边没有了 这边也没有了 两边都没有了 那才叫死是真相 佛教给我们 世间法不能执着 当然 佛法也不能执着 执着就错了 一个是病 一个是药 病没有了 药也没有了 这个是没有病的人 天天吃药 那准生病啊 那不是好事情啊 所以 两边都要设计 所以我们现在 是有病的时候 需要用佛法来医治 但是你要晓得 佛法也不是真的好东西 病好了 他也不要了 所以你也不要留恋他 也不要感激他 他帮你忙 你起这个念头了 你就错了 就又生病了 所以佛才说 发伤应时 后宽飞法 要叫你写得干干净净 第四呢 有命 因为有命 所以才有一切现象的发生 这是佛在大天经上讲的很多 一切发从心想生 这句话是真的 如果没有念了 没有想了 一切发不生 我们今天念断不掉 那么换句话说 这个生灭 生灭就是生死轮回 就没有这个现象 就没有办法摆脱掉 佛告诉我们 生死轮回是假的 就是你那个妄念变形出来 哪一天妄念没有了 这个境界就没有了 这是佛为我们说到 究竟彻底圆满的说法 也是真实的此事经象 你们的这个道理 佛为我们说的 这个 有情众生的法界 有十大类 十大类 要细分呢 要细分呢 给诸位说了 法界是无量无边 简单来说 每一个人就是一个法界 不可能两个人同一个法界 不可能 而自己一个人 也是无量法界 为什么呢 昨天的我 跟今天的我 就不是一个法界 一个小时之前的我 跟一个小时之后的我 也不是一个法界 你才晓得法界 无量无边 但究竟怎么会死心呢 因为我们那个念头太复杂了 只有得定的人 他才可以在一个短时间的住在一个法界里 不是 他能住在一个境界里 我们不行 前面念头念了 后头念头又生了 前后念头不一样 真的叫胡思乱想 自己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晚上做梦 和梦乱做 就能够体会到 这个念头的复杂 念想不一 他能端详一个 那就不错 端详一个 在佛法里面就叫三位了 那叫镇定 他住在一个境界里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晓得这个事实 就是舍法界是自己变现的 没有任何人在主宰 我们想福就成福 想菩萨就成菩萨 想什么就变什么 那么这些人 人将来会变什么呢 将来都变鬼 他为什么会变鬼呢 天天想鬼 鬼是什么呢 贪啊 贪财贪名贪死 那个贪天天在长 佛告诉我 贪心就是魔鬼 贪心就是地狱 嫉妒 惩恨 这个就是你想地狱 你常常想这个 就是造业 你造这个业 你将来这个境界就现前 现前就受国报啊 想什么就变什么 这个想太可怕了 但是修行的时候 也这个想也太重要了 所以佛法 无论哪个法门 实际上你仔细观察 观想 就是看你享受 所以祝佛活杀了 劝我们想阿弥陀佛 想阿弥陀佛了 那你就到西方 极乐世界 同样一个道理 你要是能够想得很美 想得很善 你的相貌一定背得很圆满 清净 慈悲 充满了爱心 这个相貌就越满 天天搞贪嗔痴 搞嫉妒当爱 那个相貌就越来越丑化 相貌充满了 心想生嘛 这是这个看向的时候 相随心转 这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相会随心转 身体体质也会 微信所转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大家如果能够冷静一观察 你马上会发现 一般人有正常的工作 他做得很自在 生活也过得很好 这一退休了 你看他退休 退休没事情做 他退休一年呢 比他工作的时候至少要衰老五年以上 他在工作时候看不太容易老 退休之后一年老过五年 两年老过十年 为什么呢 他天天想我老了 他想老 于是这个老就老得好快呀 老的时候 对你痛慢痛 他就想病 就天天跑医院 你说糟糕不糟糕 原来他病很少 这病越来越多 他没事在家里 天天想老 想病 想死 那就被发生了 没救了 你从佛法讲那些道理 仔细观察 一点都没错 如果你能够把老病死都忘掉 你就永远年轻 你就不会老了 所以没有工作的时候 他就觉得 我老了 退休了 这个时代不是我的 年轻人时代 他就天天打着腕下 那么对他的生理的 这个体质的变化 就越变越坏 越变越才好 都是从心想生 所以佛告诉我 真心无念 念是忘心 第五呢 佛教跟我们观平等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你能够把生佛看平等 我们这个世界 所有一切人物都平等 这个无量寿经的经体 清净平等 修行下手处 在极不清净里面 修清净心 就是在差别里面 去修平等 这叫真修行 这才叫慧用功啊 总而言之 信是真实的 像是希望的 佛法的修学 是叫我们真心 叫我们明心 见心 怎样见心 心跟像是一体的 心跟像是不能分开的 只要不着相 只要了解相的性质 那就写信 换句话说 绝不能说 离开一些像坚信 没什么道理 极像坚信 只要不知主 空有两边都不知主 净土法门 实在讲 与这个道理 完全相应 大臣修行 古德长强 着实诚挚 转实转变 这就是分别妄想 其实经上长甲 讲降服 讲端 这都是方便书 性像既然是一体的 那个像怎么能端 像端了性也没有了 真正的意思 是转变 那就对了 转实成之 转烦恼成菩提 转生死成涅槃 转六道成一阵法界 转变 靠什么转变呢 靠念头 由此可知 归根尽底 就是把个观念转过来 观 我们今天讲 看法了 念了 就是想法了 你把你的看法想法转过来 就成功了 所以静头发门呢 下手就是转实成体 这个道理 很少人知道 说再讲呢 那个念佛的人 自己也不想 他怎么能说得清楚 说得明白呢 因为这个法门 是受放世界 大智慧人 所选择的 佛经里面 大家所公认的 足以代表 整个佛法的经典 是大方广佛 华严经 华严经里面 文书普贤 是华严经的 代表的菩萨 而文书普贤 最后选择 西方极乐世界 念佛 求生净土 这个意思就是说明 这个世方世界 像文书普贤 这样的大菩萨了 没有一个 不发愿的求生净土 所以 西方净土 是大智慧人 所选择的 今天我们呢 也莫名其妙 也选择这个法门了 这就是捧巧了 跟文书普贤 选择的 没有两样啊 这个很不可思议 但是 选择是选定了 是不是像文书普贤 那么认真去修呢 这就很难讲 他们选定之后 认真修 所以成就不可思议 我们假如也能认真 那成就也不在文书普贤之下 这个离于四都无限的神光 因为选择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心定 这一生 别无所求 唯一求西方 那么对于 这个 明文立阳 五语六成 这些妄想 他自自然然就淡 自自然然就放下 这就是前面讲的 灵活降佛其心 念佛的人 身心世界 一切发现 二六十中 只有一念 我们选择用 持人的方法 这个方法 修清净心 修平等心 清净平等得到了 智慧就显起 清净平等心起作用 就是智慧 所以 这个法子 岂不就是 准时成智 就是降伏 就是 集念 理念 用这个 念阿弥陀佛 断一切妄念 也就是 念 兵不中 念佛人 要发大意 西方 西方净土 实实在在 不可思议 我们发一个大心 不但是自己 要求生净土 一定要把净土发门 静心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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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正确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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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得到 释法 刚才说了 预言生的 一场空 一场梦 纵然生到天上 月界天 色界天 五色界天 环是一场梦 环是了无所得 这不能不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界 本周 佛在金刚经上 开始的这些道理 原则 来除世待人救 这一生 真实的幸福美满 也像从前 方东伟先生所说的 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 何一顾 是无体 若菩萨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即非以菩萨 菩萨 菩萨是凡语 英语过来的 他的意思 这是玄庄大师所翻的 庄庄大师 以前所翻的 我们叫他古语 古时候翻译的 翻作大道心灵众生 庄法师 我们称他为心灵 他以作 庄有情 庄有情 确实语得 是很好 与这个菩萨这个 凡语的 这个原文的意思 相应 觉悟的 有情众生 觉悟就不明 还有 我人众生受者 这个没觉悟 没觉悟 就不能叫菩萨 绝无聊 才能够叫菩萨 那么这是 佛在司机 为我们解释出来 心灵扩大了 这才叫做菩萨 那么四相 模相 职责 在粗的上下 执着这个 生生活 我一心地上来观察 执着这个 念生活 小成人能不知足身生活 他有念的 能想能思维 他认为那个能生活 这个金刚经后办法说 那叫母鸡 他把那个东西当作 那是把这个身相 是要高明得多了 但是还是一个妄想 与我对离的 这是众生 这一切现象相续不断的 这是受者 受者用我们今天讲 就是时间 时间这个观念 众生和空间的观念 那么他还有这些 妄想存在 他没救我 虽然说这四相 他那个根 就是母相 母相也没有了 后面三个都没有了 所以佛 说降福 着重在母 发心为一切众生 就是降福 魔相 这是一个真正觉悟的事 所以迷惑的人 念念为自己 为我的家庭 为我自身 为我家庭 这个是你 完全不知道 此时真相 这个心量很小 觉悟的人晓得 静虚空变法界 是一个字体 所以他念念 他不想自己 念念想重心 这是大惩罚了 降福我相 最高明的方法 那个我相不降福 自然就没有了 他不想过 奇心动念都想重生 尤其佛在此地 教给我们 那个想重生 不是想别的 念念都想 一切重生 帮助他成福 这个还得了吗 这个思想 纯正 真实的 美满 而又能 帮助众生 补出相 念词地讲 受这相 也相复 受众生得灭度者 那个众生相 也相复 自自然然地相复 没有用意丝毫勉强 这个是高明到极处 所以 发无上菩提心 这个是 前面讲 能发这个心 就是大乘佛法里 讲的 无上菩提心 发无上菩提心 主要是 一定要修 普贤心 才能够 圆满 你的大乘 普贤心 跟菩萨心的 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在念头 菩萨 还有念 我要灭度 多少多的众生 普贤 菩萨 做这个事情 心里头 没得念头 所以普贤心 很难做得到 行念评里面 普贤心 提出十大纲领 那个十大愿望 就是修行的 十大纲领 第一个 礼尽祝福 礼尽祝福 是什么意思 我们佛弟子 对佛是最恭敬的了 提到佛了 真诚恭敬心 自然就升起来 我们要对待一切众生 一切人 一切无 一切私 要用对佛的恭敬心 那才叫 离尽祝福 祝福里面的含义 很深 很广 在友情众生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未来佛是谁呢 所有一切众生 都是未来佛 没有一个众生 不恭敬 你不恭敬 就不恭敬佛 不但这个 有情众生是佛 无情众生也是佛 这一般人都是佛 对待他们 要跟对佛 同样的恭敬心 礼尽 竟是敬心 礼尽是怎样对待 这一板灯 你对他的礼径 每天擦得干干净 摆得真真气气 这就是对他的礼径 书本 我们看的时候展开 看完之后 把它和起来 不看的时候 放在书家 摆得真真气气 这对他的恭敬 礼尽祝福 要用现代的话 一切恭敬 以真诚之心 恭敬之心 对一切人 对一切无 对一切私 对私的恭敬 就是认真负责去做 尽心尽力 把事情做好 不敬心就不恭敬 这是第一条 能这样做 那叫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 菩萨里面最殊胜的 菩萨行里面最圆满的 所以华言经说 菩萨不修普贤行 不能圆臣佛道 这话没错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 就是普贤菩萨的法界 诸位无量寿经 念得很熟啊 因为无量寿经 一开头 得尊普贤 所以西方世界 一踏进去 就要修普贤行 所以西方世界 成佛容易 成佛快速 原因就是 这整个环境呢 都是修普贤行的环境 我们虽然做不到 要心相望之 要天天呢 向普贤行 靠近呢 才行啊 做得虽然不圆满 做 做比不做就强多了 不能不做 将到修行上 修行上 总刚临的术语 不外乎 管兆 特别是禅宗 信宗 其实 其他宗派 虽然没有用 观照这个名词 功夫没有两样 说法不一样的事 禅宗里面讲 观照 照住 照经 我们念佛的人 讲 功夫成品 一行不乱 名词 用的不一样 意思 境界 都相同 所以念佛 也是 观照 如果 妄想 很多 善心 念佛 就很难 得受用 虽然 念佛了 还在那里 打妄想 可是有很多同修告诉我 念佛已经念了两三年了 妄想还是那么多 好像对于念佛信心没有了 其实这个错了 念佛 决定是正确 决定有功夫 现在你妄想还那么多 你的功夫还不够 继继续努力 功夫得利了 妄想自然就少了 当然这个理念 如果能懂得道理 懂得理论 懂得方法 你收的效果 就会提前 这个时间呢 能够缩短 那么在通常 一般古代的教给我们 口念佛号 心想 这个样子呢 比较容易实现 心想佛 口念佛 手拿念珠 初学的人 用念珠 有帮助 到你念到纯熟了 那念珠用不用 无所谓 所以念珠有两个作用 一个作用是 初学技术 把你这个念头 细在这个数字上 不想别的 想我今天念了多少了 这个是 直妄想的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作用 这个念珠是 提醒念佛 怕忘掉 一看到念珠 这个佛号 就提起来 所以念珠有两个作用 古无大德 教给我们念佛的秘诀 不怀疑 不怀疑是智慧 就是金刚经常讲的 性质 不夹早 不简单 那是功夫 这个法门之后 就是行住走 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什么场所 你的佛号在心里 都可以绵绵绵绵绵的不断 换一句话说 一切始 一切初 一切初 你用一句佛号 保持你的清净心 久而久之 功夫纯熟 就得了 自自然然 心开一解 你烦恼少 智慧就在等 你对于一切人事的看法 自然就不一样 你比从前一定看得更清楚 更明白 一切都明了了 你的言行的故事就少了 说话也好 做事也好 都会能做到恰到好处 不至于犯错误了 功夫再往上提升 就禅家讲 照住了 照住就是得定的 那就很有受用了 那么在佛念佛呢 就要肆意心不乱 跟这个境界是相同 再往上提升呢 就照见 像你们念心经 观自在菩萨 照见五岳皆佛 那是高级的功效 照见就是见性 明心见性 在念佛的法文里 在念佛的法文里叫 理意心不乱 可见的 可见的 我们说的名词不一样 境界完全 相同 那么众生的大力 实在讲呢 就是心量太小了 所以自私自利 这实在讲 非常可怕 这个就是一个人 为什么累积的修行 都不能够成就 不能够超越三界 实在讲的是 根本原因 就是心量太小 因为心量小 母质非常坚固 所以佛在此地 用这个方法巧妙 他叫你发大愿 发跟诸佛如来 同样的愿 把你这个心 大愿化之 这样的 我见不出自然未会 我见没有了 我直自然也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 准烦恼成菩提 极妙的一个方法 下面经文 佛思修佛提 菩萨与法 应无所诸 心与不识 这是说明 不住相 才是正主 前面 尊者问 这个发了菩萨心 发了菩提心 我们的心应该 安安住在哪里 住在五度上 一切都不住 又要行与不失 为什么呢 如果不行与不失 你就落空 因无所诸 一切有 你不住了 心就落空 行与不失 是不住空 因无所诸 是不住有 空有 两边都不住 就对了 不失 涵盖了一切法 五无有 一切法 不是不是 菩萨心 五无量 无边 世尊说法 把它归为六大位 叫六度 六度里面 第一条 就是不失 不失里面 喊三个意思 又财不失 法不失 无微不失 用这三个意思 你在看底下的五条 那一个不失 全包括 持戒 愿如 无微不失 这个无微 是令一切众生 对你 有安全感 你持戒 你比如说 你持 不偷盗戒 我的财宝 被你 发现的时候 我很安全 他不偷盗 财不露本 他不偷盗 没有关系 我有安全感 这叫无微不失 忍如 他就忍如的 我对他也有安全感 言语 举止 不小心 得罪他了 没有关系 他忍 他不会怪我 他不会抱负的 这个所以 无微不失 精进谈定 薄弱了 法不失 可见的 这个六度 不失都包括了 六度包括一切法 岂不是 不失就涵盖 一切法 佛法要行 不能住 要行 要去做 佛在此地 要交给我们 应无所住 而行一切法 你尽心尽力去 帮助别人 那个佛报 会自然先欠 但是 不能因为 我求福 我才行不失 那个你所得到的 他有先 这些都是实在 财富 财富哪来 这个世间 发财富 都以为自己很聪明 很能干 可以赚很多大钱 其实 全错了 他那个财 命里有的 命里没有的 比你聪明人 多得很 比你有智慧的人 也多得很 比你机会 多的是 那些人 也多得很 为什么 他们赚不到钱 钱偏偏被你断 你命里 他有啊 所以我常 欠人 都了凡私信 这一点 不假了 命里面 有的 丢都丢不掉 命里面 没有的 一文都求不得 确实是实 命里怎么有的呢 你过去深修的财富师 有因有果 你修财富师 你的财富 你修发布师 得聪明智慧 你修无畏布师 得健康长寿 这三种果报 财富 智慧 健康长寿 你都要 你要 你不肯修音 你怎么会得到 就因为这个事实 所以福才敢 说大话 富师们中 有穷必应的 佛用什么来 保证你 有穷必应 因果 你向佛要求 佛教你动音 教你修音 你修音 一定的果报 所以他有穷必应 所以你那个佛报 不是佛菩萨赐给你的 是佛菩萨提供方法 你去做 你修的 可是 可是 修的这些福 最好自己不受 这个福的水 绝不接受 我有福报 让大家共享 那你的福报就越来越大 越大了 都给大家 想 想福的人就更多 自己决定 不想 为什么 你一想呢 又得了四项 又从菩萨 调到凡夫去了 那才划不来了 实在说 我们生生世世修行 吃大亏 就是修了点福报 让我赶紧去享受 我赶紧去享受 落得今天这个地步 这是我们要向祝福菩萨学习的 这些佛报都让一切众生去享受 这就对了 这就正确了 所以这个叫行大行 法大愿行大行 自己认真努力去修布施 三种布施都修 把这个佛报让给一切众生去享受 其实让一切众生享受 你自己才得到真正的享受 那个受用很不可思议 那种福不是我们世间一般人能够想象到 他心里面的就是佛法常讲 充满了发喜 发喜 要用现在的话来说 对人身心 第一滋养的好东西 没有比这个滋养价值更高的 没有了 我们世间人常讲 人风喜四精神爽 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 所以这个祝佛菩萨发喜充满 那真正的享受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住的这个地球 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 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病毒 防不胜防 你们在新闻里面看到 非常可怕 如何抵抗这些病毒 最有效的方法 清净性 慈悲性 人心到清净慈悲 这个病毒就不会感染 一般容易感染 你心有毒 心之毒 贪嗔痴 三毒烦恼 里面是毒 微里面是毒素 那就很容易交感 没法 没药可治 最重要的是清净性 断贪嗔痴 这佛教给我们 把贪嗔痴 变成戒定慧 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也像祝福菩萨一样 游戏神通 病毒再多 若不其死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看到 奇奇怪怪的现象 非常非常之多 大家冷静想一想 三十年前没有 很少看到的 现在非常普遍 不是没有原因 冷静仔细观察 你会轻轻速速 明明白白 究竟是怎么回事 然后才知道 对峙最有效的 无过于佛法 好 我们今天 好 我们今天 Standards 明天